台湾在新增16里的本土个案 那么主要都集中在桃园以及高雄 但是其他县市的民众依然不能大意 因为就有专家在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提醒了 以Omicron经营的传播力来看 他们的关键期一直会到过年的一个礼拜后 眼下几个案子都有收敛 其他中小型案也都很集中 陈时中年前说过 这几个源头感染源不明传播链 只要观察到2月10号就算脱离危险期 但哈佛大学工卫博士驻年峰 却要大家提高警觉 目前的确诊数可能只是前菜 专家认为Omicron虽看起来毒性低 但传播力惊人 是否造成更大流行都很难说 所以不能只看到年后两三天就放过 警戒期最好拉长到15号元宵节才能放心 就怕人感染了不自知 无形成了病毒的搬运工 尤其过年走春 出入人多场合在所难免 就连北市长柯文哲也担心 年过完疫情也完了 数据上来看 我现在很担心的是 因为过年期间 整个政府的效能还是会下降 大家都很清楚 我很怕过年回来 天哪 这个到处都是感染源 所以脏口吃完还是最危险的 出门外食当然不可能不张嘴 但吃完口罩戴好 请洗手 别给病毒制造机会 TVBS新闻 王新唐吴轩彤 泰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